8中高三男生进入女生寝室 杀害女同学一案有了进展 记者从四川八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10月21日 八中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袁某涉嫌故意杀害李某某一案 在八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八中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披露 2018年8月 被告人袁某因高考成绩不理想 到八中中学龙湖校区高三三十班幅度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袁某逐渐对同班同学李某某 本案死者末年17岁产生好感 此后袁某无法静心学习情绪极不稳定 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随产生不能和李某某活在一起 就死在一起的想法 袁某携带事先购买的断线钱 锯条和水果刀等作案工具 进入八中中学龙湖校区 并将之隐藏于学校绿化带内 学校系登后 袁某藏匿于实验楼教室内 凌晨两时许 袁某来到李某某等人住宿的 3114寝室外 用断线钱去一条破坏窗户防护栏 五时许 袁某剪断防护栏钢筋条 借助木凳潜入寝室 爬上李某某所睡的上铺 用水果刀多次捅刺李某某头进步 致李某某当场死亡 期间袁某用水果刀各境自杀 后被送往八中市中心医院救治生还 中心医院救治生还